校园无人机教育推广研习课程上 老师分享无人机的未来应用方向及法规现况 同时分析基隆各校地理环境的适用案例 无人机的教育生根多年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教育所得到的经验 推广到基隆区的国中国小 所以我们举办了一个校园无人机的教育推广 能够把这样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市长们动手组装微型无人机 透过模拟系统训练飞控技能 再来进行飞行演练 让学员感受驾驶的热情 很高兴能够抓住那个时代的趋势 那在现在来讲 我们AI跟无人机是最夯的一件事情 那学的那个无人机 其实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做一个未来的运用 将来我们基隆市的孩子学生在这一方面 我们如何规划学生在这一方面的研习跟学习 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空拍机的一个推广 不仅仅是让学生在科技的一个产品上面的运用 其实对于他在训练他们逻辑思考上面 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透过我们的教育 让学生运用无人机 去看更多面向的事物 最后由航电科学生示范国际盛行的足球无人机赛 展现无人机的创意应用 在我们这次的研习课程 主要我们推广的是所谓的微型无人机 那因为微型无人机适合在室内飞行 那其实也可以帮助每一个学校在排除 我们的无人机的一个法规限制 那让我们的教学可以更自由的去发挥设计 我们的教学活动 透过跨校交流分享 有助提升师资专业能量 启发学生学习的动机 为学子探索无人机 人工智慧等潮流科技 预作准备 无人机教育推广 在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